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确实千里戈壁 那个地方呢 我同事去了 说那个住在罗布坡地区附近 一个很小很小的宾馆 那个里边竟然能看到 我们《非诚勿扰》节目 他很吃惊 当地的朋友一听说 他是江苏卫视的 然后就听说 还是《非诚勿扰》栏目组的 哎呦 特别高兴 对他特别热情 一定要我的同事回来 转告我们 说在当地 在罗布坡地区 若乡县那边 很多人都收看我们节目 都喜欢《非诚勿扰》节目 关键是 他说那一代啊 有很多单身的小伙子 都想上我们节目 一定让同事把这话带回来 我想告诉罗布坡那边的朋友们 这话带回来了 我今天的节目当中说 希望他们能够 如果愿意报名来到我们的节目 来到《非诚勿扰》的舞台上 我们会一定尽力帮助他们 找到自己的幸福 有请今晚24位 美丽的单身女生 有请她们 有请今晚24位 美丽的单身女生 有请她们 24位女生 欢迎你们 请亮灯 宣布一下我们的奖励规定 男嘉宾第一轮亮相 获得不少于22盏亮灯 牵手女嘉宾离开之后 她们都将获得 娃哈哈营养快线 幸福牵线提供的 爱情海之旅 女嘉宾将获得 奥康鞋也特别提供的 时尚水晶鞋 作为爱情纪念 我们也希望 所有的观众朋友 在我们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 登陆《非诚勿扰》 在新浪上的官方微博 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交流 给我们提出宝贵意见 现在做好准备 所以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了 有请1号男嘉宾 大家好 我叫陈仁琦 人是人月人 骑是骑败的骑 忍者放到骑进 新年32岁 来自深圳 这位是真爱网上 我们这个男嘉宾 陈仁琦 欢迎你 孟非老师好 你好 看看这边24个女生 最喜欢哪一位 24位女生 对陈仁琦印象如何 请考虑 请选择 谢谢大家 24号 我就不习惯戴眼镜的 没办法 每个人口味不一样 21号 谢谢 我觉得她老实巴交的 能让我折磨折磨挺好 谢谢 谢谢 你知道她老实的外表下面 隐藏着什么样的内心的时候 就是 你会不会你刚才说的那句话 深深地后悔 到时候不知道谁折磨谁呢 13号 我就喜欢戴眼镜的 丝丝纹纹纹的看起来 有明白人 谢谢 谢谢 没关系啊 有人喜欢这个 有人不喜欢这个 好 来看她的基本资料 大家好 我叫陈仁琦 现在在家信息科技有以前公司当人总经理职务 我对知识追求非常强烈 但对无知生活要求不高 我每个月大口买20多本新书 还会借20多本书 因为喜欢读书 所以我把公司都开在了图书馆的旁边 这样借书读书都很方便 我认为世界上最神奇的是知识 是书记 唯有读书 我给一个人不吃不喝 我不大爱读书 还要去听各种讲座 我因为读万卷书 不如行万里 行万里路 不如学人无数 不如名师子路 所以我现在每个月 能去学习各种讲座 我听讲座有几个标准 不要钱来讲座 我不会去听 没有出书 或者出了书在网上 没有评为五星期图书的老师的课 我不会去听 年龄小于35岁的老师的课 我也不会去听 当然 没有大学学历的老师的课 我也不会去听 我是那种 你给天下人付我 我不服天下人的人 我有一个梦想 就是改变世界 因为我想帮助世界上所有的人 谢谢大家 我就觉得吧 爱读书真是个好习惯 听讲座也是个好习惯 他有几个什么不听呢 35岁以下的不听 不要钱的不听 还什么出了书 没出书的不听 出了书不到五星期级别的不听 据我所知 很多著名教授们出去的演讲 或者讲座什么的 都是免费的 你瞧不起他们吗 非常经典的我才会去听 就是说你衡量经典不经典 是跟收钱不收钱有关的 这不是 就是他一个大概的标准吧 因为他敢收钱的话 说明他是有实力才敢收钱 骗子都敢收钱 那个不一样 他骗子的话 你根据什么衡量 他是骗子不是骗子呢 就是跟收钱不收钱 因为现在听讲座 他都会试听 试听一段时间 试听几个小时 好 当你看的书 看得非常非常多 思考得不够周全 听的课非常多的时候 很多人的观点有的时候 会出现一些矛盾和相处 那你怎么办 每个人他看问题的方式 他是不一样的 他是从不同的角度 我有一个理论叫盲人摸像理论 就是在真理面前 我们每一个人 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盲人 所看到的都只是真理的一个侧面 好 我们来听听 11号 男嘉宾你好 你这样说话累不累啊 不累 因为他参加过一个专门的训练 因为有一些老师讲话的速度 是非常非常快的 因为他双话速度一快的话 就显得思辨的能力 非常非常地强 所以他长期耳濡目染之下 毕竟训练得 谢谢美金老师 哦 讲话快就有水平是吧 不是 可能是个人的习惯问题吧 哦 12号 你刚刚短片 然后说的话太快 我一句话都没有记住 就是如果以后跟你吵架 你是不是把老婆拍死在沙滩上那种 我 我不会跟你吵架 我信奉脑子的 人之道 唯恶不争 天之道 利恶不害 还有就是那如果就是 乐佳老师跟孟非老师讲座 你会去听吗 会 不不不不不不 我都是免费的 能有人来就不错了 他看不上这种东西 我的观念比较独特 我追寻的是 乌龟不动活千年的养生理论 我认为生命不是在于运动 而是在于尽量 所以我每天会尽量保持体力 坚持喝牛奶 早睡觉 老子说过 撞则摔 所以我会故意让自己的肌肉 变得松弛 我认为并存口入 我认为少吃少运动 最好不吃早餐 说什么不吃早餐 得一大堆病什么的 都是做餐饮的宣传出来的 我自己就极少吃早餐 身体很好 百病不生 我觉得人最重要的 应该是心态平衡 得知我信 食之我命 我认为我们追求的 不应该是食喝玩乐 而应该是心灵的平静 大喜又大悲 我现在努力工作挣钱 并不是为了享受 而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 乐嘉 您有没有发现 这兄弟总结了好多理论 所以我就特别担心他 你摸摸他 他现在肌肉松弛的程度 还能硬起来吗 我不敢过 我恕我浅过 我没念过您那么多书 但是我觉得吧 不吃早餐 说对身体不好 我认为这不是搞餐饮的人 宣传出来的 我的胃不好 医生告诉我 我事实上证明下来 多年在过去的过程当中 就是不吃早餐造成的 自从我跟着孟非养成好习惯 吃了早餐以后 我现在变得健康了 好多了 对啊 这是发生在我身上真实的事情 关于这个吃不吃问题 我是有专门请教过 一个80多岁的脑中医 他说吃饭实际上不是很重要 他说你只要是饿了就吃 不要饿着了就不要紧 我给你举这么个例子 我认识一个活了102岁的老人 他一辈子从18岁开始抽烟 一天一包烟 每天半斤酒 从18岁一直活到102岁 我现在告诉你 每天抽一包烟 每天喝半斤白酒 可以活到120岁 因为我确实认识这么个人 你同意我的说法吗 同意 你认为我的这个说法很同意 但是我认为这个孩子有 你会好起来的 我真的很担心你读了这么多书 看了听了那么多的课 我对你的前途表示担忧 你接受了太多的东西 你自己没有去吸收 而你接受的所有的东西 你的第一本能反应 你认为他给你的东西 一定是好的 一定是正确的 一定是英明的 一定不会有问题的 很难得看到3号举手 谢谢各位 您怎么理解有氧运动呢 他说过他不要运动 他说只要进氧运动 他追求松弛的肌肉 对 我追求是进氧 老子说撞折摔 所以我希望是进氧 我以前也是经常运动的 运动很多 发现运动把它害了 所以他现在也没有害 我觉得那样是更好一点 你再去读一遍老子吧 老子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原理 有四个字 任何人都知道 叫动静相移 我见过很多 到家真正养生的高手 他们每天打坐 至少打四个小时以上 但是他们必定每天 会做一件事情 就是急步行走 因为他必须要保持 动静的一个相对的平衡 没有平衡状态 坐在那边 就会成为木乃伊的主力 我说进氧生 在一种根本性的理念 就是说不要太运动过量 我这个理论来源 是两点 一个是李小龙 他的身体太强壮 再一个是那个 以前是早上 健美五分钟的马华 我去看过 他们最终死亡的原因 都是因为运动过大 来 我们有一个 运动学的博士 6号 有些观点我非常不同意 你说喜欢那种 像乌龟那样静养千年 第一个 人不是乌龟 人就是人 是两个不同的物种 人也不可能 像乌龟那样生活 大家说乌龟不对 然后第二点就是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 尤其是运动 过度的运动 确实对身体不利 就比如说马华 但是马华他真正的死因 不是说他过度运动 而是因为他经常在健身房 那样一个环境中 因为他健身房里面的甲醛含量 还有一个非常密闭 这样一个环境 空气质量非常不好 那么长期他接触这样的环境 另外他加上大强度的运动 那就容易导致身体的 非常严重的后果 然后第三个 如果长期不运动 让肌肉松弛的话 会容易引起骨质的流失 特别容易引起骨质疏松 尤其是对于中老年人来讲 特别容易骨折的 来 这样我给你介绍一下 六号是运动学博士 你认为他说的有道理吗 他不会讲错 顺确的是运动人体学博士 你同意吗 我觉得讲的很有道理 但是我刚才 也已经讲了一个理论 就是在真理面前 我们每个人都是盲人 盲人摸象 每个人只是摸到 不同的侧面而已 我们来看下一条片子 最好要能像我一样 一天至少能坐着六个小时 读书和学习 也要自处打理 上行心墙 并能支持我的工作和学习 曾经的恋爱经济告诉我 门不当或不对的爱情 是不可以在一起的 只有门当或对 我们才会更好的交流 对于那种 对自己要求很高 比较完美的一个女生 我是非常欣赏的 但是欣赏却并不喜欢 我最后的要求是 希望你可以和我一起 改变世界 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来 我找一个博士后 5号 哈佛的博士后 你说对学历越高越好 我是哈佛医学院的博士后 你对这样高学历的女生 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可能读书读得越多 学历越高的话 可能更懂得自处达理 更会通勤达理吧 那我告诉你就好了 我接触的大多数读书 读得越多的女人 在情感上面越白痴 真的 我并不需要这个女生 在感情方面有多么厉害 对啊 这样你好掌控嘛 我的意思是 她这个概念的问题 她有的人没有读书也很厉害 是 没有很高的学历 也比那种高学历的业 厉害很多 相对讲老师就是这样 她在羞辱你吗 我 我跟她一样 都没学历 7号 你好 就是我想问你 你读那么多书 是不是读得你现在自己 觉得自己有点病 没有 没有 你觉得我有病吗 就是我刚才看第三个短片 你说的那些不要不要 我觉得全是你自己的那些性格 就是你自己就是这样不成熟 但是你想要一个成熟 对 就是而且你说25岁以下 女孩都是在梦游 没自己的主线 没自己的思想 但是你又先要22只28的 你为什么不要30 40呢 我觉得她自己整个就是 一矛盾纠结体 然后她还来这说别人 谢谢 我想讲给你听 大多数做培训的人 都希望来赚你的钱 你就会被专业人士 称为叫客虫 所谓客虫 就是她的人生所有的乐趣 就是天天听客 然后在听客的过程当中 有无限的成功的感觉 她以为自己离成功 已经非常非常近了 但实际上面 你可能距离越来越遥远 因为有的时候 做比听要重要得多 是的 我现在听客 也是越来越早了 刚才我说嘛 我说你会好起来的 这句话是郭德刚教我的 他就一碰到什么事 他就会安慰别人说 你会好起来的 刚才我觉得你有一个 特别让我成敬的一个理想 就是改变这个世界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 来这个世界一次 都应该为这个世界更美好 做出一点自己的贡献 我觉得这个特别了不起 但是如果您能在改变世界之前 稍稍改变一下自己 我觉得世界会更美好 是的 是的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平时讲话也根本没有那么快的 就像现在一样 比较正常的语速 对于学历这个问题 只是要求有大专以上学历就可以了 因为我也是读了很多书了的 如果说对方没有大专学历的话 可能我们之间沟通会比较困难一点点 关于那个女生 她讲了她的运动学理论 可能是她从她的专业的角度 进行尝试 我非常尊重她的意见 但同时也对自己的意见有所坚持 因为我的每一项总结出来 都是花了大量的时间进行总结的 而不是说随口说说的 有请下一位男嘉宾 西安好 孟爷爷好 乐嘉老师好 我叫孟海亮 孟子 大海 明亮 那个我是来自北京 但是我小时候是成长于古都西安 所以我是来自西安的大唐才子 那别人大家都说我 呦 弄脑子瓦特的 还打当才子呢 因为我外表年轻 但是内心成熟 所以我这次也是虔诚地来《非诚勿扰》 尋找我的爱 而且我听说 今天是有外国的朋友 所以 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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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非你有听到吗 他当中快夹了一句上海话 你听到没有 弄脑子瓦特了 就是你刚才前面讲 你脑子坏掉了 他这个开场白了稍微长点 孟海亮 欢迎你 看看对面24位 小伙子有点紧张 手在颤抖 他刚才前面说他几岁很厉害 没听清楚 你几岁 我看起来可能不像 但我今年29了 82年的 24位女生 对孟海亮印象如何 请考虑 请选择 谢谢各位 7号 太二了 谢谢您 我知道您说我二是在夸我 没关系 可是你前面已经说过 你说越二的人越喜欢 这个我们都理解呀 但是就是它是另外一种二 你不能再看一会儿吗 就是我快乐加是快二是快二 那你告诉我 此二和彼二的差别是什么 字他比你还要 还要 他比我还要二 你这样好吗 你能尝试性描述一下这个字的定义吗 就是每个人 你能隔每个人身上二的定义就不同 我明白了 他认为这个世界上所有人都二 但是每一种二是不一样的 是这个吧 差不多了 你看 你不觉得这个话说出去 会伤害他吗 我觉得他应该是看着小 但是可能没准 就是没准有一颗强大的内心 我也看不见 对啊 就是所谓的外表年轻 但是内心成熟 谢谢您 好 我们先来看他的基本资料 大家好 我叫孟海亮 现在上海的一家外企 担任商业贵问 那我的工作主要内容呢 就是和政府以及企业的客户 进行谈判上的咨询 偶尔出差 曾经有一次两天 跑了三个国家 别人们都戏冲我为因素小的 那我特别喜欢 在海边玩沙滩车 他玩手上特别刺激 而且也没有任何的压力 说到恋爱呢 我的恋爱次数是1.5次 那为什么会有个0.5呢 因为高中期段的感情呢 是非常朦胧的 所以我称他为0.5 而另外说到这个1呢 其实就是我前女友 其实我们呢 是在香港旅游的时候认识的 本来我们打算 今年10月1号结婚的 但是呢 由于去年年底 他们收到一个特别好的去美国的机会 爱一个人 到底是应该留住他 还是让他走呢 这是他的梦想 我考虑再三 于是决定和他分开了 我觉得和他分手 是和这辈子做的最伟大的一个决定 他提出来的时候 他还打算跟你在一起吗 他就没打算走 但是你没有留的原因 是因为你担心耽误了人家 对啊 因为我只是一个外企的精英 这个精日吃精的精 老英的精 所以我觉得像这样一个好的机会 我是没法给他的 你觉得你只是一个外企的白领 然后他可以出去镀金 对他个人的发展来讲 可能会更加意义重大 你把他留下来了以后 万一以后跟他过的日子 可能不像他出国这么好的话 不就把人家闺女给耽误了吧 像那么好的机会的话 我觉得我不想因为我自己的 所谓的想要拥有他 而让他丧失这样的机会 所以当他发现 你也没有努力去留的时候 然后他内心深处 他的心也碎了 就走了 对吧 而且他可能还会埋怨我 因为我没有告诉他真正的原因 我是一个内心非常纯净的人 所以我希望我爱的人 会有一个好的归宿 而且经历过很多这样的剧情 男主角都是这样做的 除了电影里演的 电视剧里边演的那些东西之外 除了国外的优越生活之外 还有一种东西叫人间至爱 我想起来 有一个东西 可能比这个人间至爱更重要 他可能也是爱这个女孩了 但是他觉得 让这个女孩走掉了以后 自己心碎的感觉 重高 他爱这个心碎的感觉 而且用重高感 这个爱情 其实我不同意您的观点 但是我尊重您说话的权利 我并不是想要 常常那种心痛的感觉 只是当初 比如说在看泰坦这个号的时候 我就在想 为什么杰克这么帅 他会去救这个Rose 因为当初还是在初中96年的时候 我当时根本想不懂这样的问题 但是很多事情 一旦你经历过了 你才会觉得 有意义去这么做 有意义让你做出这样一个决定 可能痛苦的是我 但是如果能实现她的梦想 是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情 谢谢各位 12号 很多女孩子都会喜欢男人 可能她想要离开的时候 她喜欢男人紧紧地拽住她 不要让她走 但是你却偏偏选择放开她 我不能理解 可能是她看的那些电影电视剧里边 都是这么演的 10号 其实我觉得也不一定非得拽着她 还有很多解决办法 爱是要经营的 如果你没有努力过 你怎么知道你得来是什么呢 我觉得您说得非常好 其实关于在这个救救命的时候 我是征求过我的朋友 我的家人 包括她的家人的意见的 所以最终有这个决定 也是双方或者很多方 经过深思熟虑这样的一个结果 你真的很爱她吗 对 17号 我们先看完下一条片子之后 你再问 你今天怎么这么开心啊 对啊 中彩票啦 兄弟 你胜身加薪了 No No 现在啊 我的喜欢爱人 喜欢一个有关 她就是我的白雪公主 我第一次看到她呢 也是她第一次登上这个舞台 当时呢 她穿了一身白色的连衣裙 而且她说话特质特逗 我想 这不就是我心目中的白雪公主吗 而且呢 孟非当时还调侃她说 这女孩有点大舌头吧 她却说 我们北京女孩说话就这样 其实也就是从那天开始吧 我的情绪就完全被她掌控 我觉得我的白雪公主 特别特别真实 而且我感觉她人品不太好 我一直期待着 可以和她近距离对视的感觉 这种感觉一定非常的美好 现在呢 我要喊出你的名字 邢雁 在这个舞台上 我只选择你 不管怎样的未来 都会和你在一起 我选了一首歌 希望可以唱给你听 总有些惊奇的机遇 在刚才一上来 她对你说关于 对 对 你当时的心里所何感受 其实可能预料到 但是呢 但是事实上这样发生之后呢 还是会有些失落的 我在想 因为我看起来比较小嘛 我想她可能不会喜欢我这种类型 但是即使没有带走 撞死了 也是觉得死得壮烈 对 死得壮烈 而且我要把我心里想的什么 我都要告诉她 我要知道 我一直在关注她 谢谢您 我想今天你来到这个现场 你当着她的面 你再说一下 7号最吸引你的是什么 她说话特别值 就比如说 今天开场时候 对我说的那些话似的 其实我很喜欢 这种说话的风格 我觉得这种性格的女孩 一定就特别的直接 而且我之前就希望 不希望有什么太好的结局 我就希望可以呢 在节目中见到她 和她有一个对话的机会 这个听上去很 跟前女友也是不要什么结局 她幸福就好 到这来带不带走 她也无所谓 也跟她见了就好 有没有结局无所谓 她喜欢这种心碎的感觉 她喜欢这种心碎的感觉 不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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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她已经灭我灯了 所以呢 我才 也只能这么说了 这么说呢 如果说还有一次 让我再表现一次的机会的话 我可能 这是你的 打开给我看一个 这是复印的还是什么 蛮复印的吧 这个是我按照她那张照片 然后呢 用就是笔画出来的 然后之后呢 想描到电脑里边 然后又加了一些字幕 然后意思就是说呢 希望有机会和你一起去东京玩 对对对 我们听听7号有话要说吗 是 就我 我刚才说你啊 我对不起 你为什么要对不起啊 我倒是要了解一下 你看 你从来不跟人说对不起的 为什么要说对不起啊 就 她 对啊 那家也要平凡 你也说过她 对对对 你发现这个人喜欢你了以后 哎呦好像觉得这个二伤害别人 之前你从来没有觉得 不是 我就 你说话慢点 我反正有点慢点 哎呀 你装吧你 你看你 话题不要岔开 回答那个问题 就是我其实是 就是我虽然爱调皮捣蛋爱闹头 但是其实我是一个挺 就是不善于表达自己的人 就是我想跟她说谢谢 先说对不起 再说谢谢 其实她有时候表达很好 在前一位男嘉宾在台上 你那段表达我 觉得说的就不错了 但是你不觉得就是 我以前都老是缺 缺那样的说话 就是今天还算正常了 以前有人跟你表白过吗 没有吧 没有 我跟你确定没有这事 他比我还确定 他都看着 你刚才选了一首歌 在走出去 显然旗号不能跟你走了 那可不可以把那首歌 写给他 你愿意吗 我愿意 非常愿意 我的爱就像一片云 在你的天空无处停 我渴望画成真正的笑意 我渴望画成真正的笑意 自你心中的意 不管未来会怎么样 至少我们现在很开心 不管这天会怎么样 至少想念的人是你 我不会把它当作游戏 其实我本来是想做最好的准备 和最坏的假设 我是想可以有机会带走他 但是他第一个就把我灭灯了 所以这个机会可能就没有了 所以即使被灭灯了 我觉得我应该做的事情 我应该告诉他 至少我这段时间 都在一直为他准备 让他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 是有一个这样的男生 会为他做这些事情 而且会觉得是心甘情愿的 其实在我今天的目的 都已经达到了 我很开心 你觉得你这位小孟兄弟 有没有机会 跟一些晏林在日本相约 这也不能问我 这也得问7号 我觉得他是喜欢我 但是他真的驾驭不了我 而且我俩这样一块 根本也不合适啊 是 但是我觉得 要给他到这个舞台上 说出爱的机会 对吧 对 我挺感激的 对 博者很成熟 但是外表也得成熟一些吧 我知道 我给您记着的 都记着 像23号需要的我也记着的 我一个本 大家需要什么样的 我都记着的 对 你懂的 我懂的 真懂的 好 有请下一位男嘉宾 各位观众 我是来自江苏长州的胡凯玥 今年26岁 谢谢 这位男嘉宾来自百合网 欢迎你 嗯 欢迎 谢谢 谢谢 已经不止一个人上来说 跟我说 欢迎你 特客气 特客气 好 我有一样礼物 要送给三位老师 好 我已经看出来了 这个里面三个 是我 乐嘉和黄老师 还有一个是心动女生 对吧 对的 对的 您太聪明了 太客气了 这兄弟 你当然聪明 这里面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 他一个送给你 一个送给黄瀚 一个送给非生勿扰 一个送给女生 送给我不知道什么理念 没有 没有 乐老师被这件事情伤害过 送给我和黄老师一人 一个这么大篮球 然后说 怎么有两个 他逃 逃 逃 逃这么大的 这给你 谢谢 我很介怀 是因为他那个男嘉宾 特别喜欢黄老师 就认为乐老师 经常欺负黄老师 他就用这种方法报复 我说一下 这是我们江苏长洲的特产 叫书币 从前有一句名谣 就是公诉民币 情同抗烈 盐林特产花开病地 盐林就是我们长洲 距今有1500年历史 是中国古代八大法师之一 这是您的 黄菲老师 每个都不一样吗 这是一条鱼 古代的一条鱼 黄菲老师先收着 马上我再解释一下 好 这是一个梳子 鱼子 不 您可以把它当作梳子 但是千万可以不梳头的 真的 那梳哪儿 你说清楚 只做纪念 只做纪念 太可恨了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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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误会了 我就不说什么了 他还跟我说不梳头 您误会了 您误会 我这下去送给乐嘉老师 先送给黄老师的 我先带他收一下 好 我带黄老师谢谢你 试一下 这个是古代的一个王昭君 这个的话 和那个孟菲老师是一样 是一条鱼 也是古代一条鱼 我希望鱼儿离不开水 对 乐嘉老师跟黄 那个孟菲老师 永远离不开《非诚勿扰》 《非诚勿扰》 也永远离不开你们 谢谢 还有一个的话 是送给我的心动女生的 我希望导演先 我先看一下 我先看一下可以吗 是貂蝉了 不管带不带得走 把这个也可以送给她 好的 好的 我本来她在看我也在看 我在看哪个女孩用不着梳子 一看都用得着 24位女生对新上场的男嘉宾印象如何 请考虑 请选择 23号 我看你很开心的样子 因为她很帅 但是我知道她的心动女人 肯定不是我 我也拿不到那个好的东西 来来来 我把我的送给你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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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不能送给我阴阳快线 那个又好喝又有阴阳 你说这个话 我们要为这句话 跟那个公司多收一份钱 这个在观众听来 这是安排的托儿 直入式广告 18号 男嘉宾 你能不能吃碳点啊 我的身体的话是非常强壮 也许你马上在VCR里面会有体现 我以为她说你马上就感受到了 不敢 不敢 哎呀 笑死我了 来看看基本资料 大家好 我叫胡凯玉 我现在在一家大型央企房地产公司 就职客服专员兼篮球助教 小时候呢 我一直过得非常无忧无虑 但是在2005年的时候 我站在了我的人生的转折口 我可以选择成为一名餐饮公司的主管 但是我依然选择了入伍 成为了一名军人 再不对 我曾经入选为国庆武警训练方队 接受了连续四个月的残酷的训练和挑选 但是呢 最后由于我的身高超标了 导致我落选了 当时我真想哭啊 但是不管怎么样 这些都是我人生最宝贵的经历 现在我隆重介绍一下我的另一半 篮球 正是因为他呢 我才能特招入伍 我可设山西省武警总队 十家优秀运动员哦 如果各位女嘉宾想学篮球的话 可以找我哦 孟非老师 您好 我没有一面支援哦 那天我记得狂风暴雨 然后我在您的背后为您撑伞 你还记得我吗 你跟他有私情隐瞒了事实 老实交代 你自己说吧 您还记得我吗 首先 在长洲是吧 对 长洲 我去参加一个什么活动 对 不是打伞吧 我感觉我记得非常清楚是打伞 这个说明了什么道理呢 这说明了生活是多么的公平 上次我到你们那儿到长洲去 你给我服务了 今天到《非生不老》的舞台 我给你服务一下 是的 是的 我们都是在不同的岗位上 为人民服务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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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对 19号 男嘉宾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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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说学篮球女生 有身高 有要求吗 一点都没有 那你看我这样的可以学吗 非常适合 我估计 那你愿意教吗 他这意思就是让你关注他 我明白了 可以 可以 能学 能学 谢谢 他刚才说序列方队 所以身高原因没有录取 那个当时那个戒标是 应该是多少 什么戒标 标准 啊 标准 就界定的标准 没有文化 你这个人 那叫戒标啊 当然了 说 标准 标准 标准的话那时候是 1米80到1米82 但是我1米86 超标了 而且我都已经辛苦 集训了四个月 最后才高我是超标了 我估计就是那四个月长男 好 我们看下一条片子 我曾经有过三位女友 有一位是在大学里 我做教官的时候认识的 当时他是大三 我训练新生的时候 他也会经常过来看我 然后我们就走在一起了 但是由于部队的管控 比较严格 我们不能像正常情侣一般 经常在一起 最后分手了 我不能接受爱撒谎的女孩 我的前任女友 前后欺骗过我五次 我给她打电话 她会告诉我 她在公司加班 其实不难 她在和其他男孩子一起玩 我原谅了她四次 但是最后一次 我真的无法忍受 选择了分手 我喜欢诚实可爱的女孩 我不一定要她一定会做家务 但是我希望她能够和我 在一起做饭 一起洗碗 一起逛街 一起看月亮星星 能够在一起做任何 所有有意义的事情 你愿意和我在一起吗 谢谢 我想问一下 在部队在军训的时候 按照规定 你可以和 作为教官 可以和女大学生谈恋爱吗 义务兵是不允许的 但是我当时是一名士官 对 然后 那就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 18号 万一我为你的 然后你那个东西可不可以送给我 那看你的表现了 真的 说实话 22号 那你前女儿骗了你四次是吗 是的 你是特别爱她吗 是的 因为我非常坚信一句话 因为我感觉就是说 一个女孩子能够在你最困难 就是最痛苦 然后因为我那时候当时在部队 她能够陪你一直走到最后 因为她在家里面等了我一年 然后我非常坚信这种爱情 你又不知道这一年 你再不知道她在家干嘛呢 对 你说这话 左层爱在旁边那头点的头发 都要掉下来了 是的 就是因为这个 我回来之后才发现 因为我爱她 所以我愿意 对 我愿意让她改正 但是她最后还是没有改 是这样 14号 18号说 如果我留灯到最后的话 然后你的答案是看你表现 如果我这样说 您怎么说呢 立刻冲上去把你抱得下去 估计每一个女嘉宾这样说 你都会这样啊 对吧 不会 不会 不信你试一下 她挺聪明的 她挺聪明的啊 下一条片子 你别看我个子高高大大的 但是心还是非常细腻的 我就连对一个杯子的摆放 也是有要求和讲究的 所以呢 和我在一起的女孩 可以省下请保姆的钱哦 而且生活也会过得非常有条理 我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小缺点 那就是害怕小强 所以我的同事啊 一些朋友 经常会拿小强过来吓我 也是经常把我吓得红的废面 以后在家清理小强的工作 就交给你 我的老婆大人喽 我哥哥他非常讨厌 天天早晨五点半就起床了 吵得我根本就不能睡觉 就拿这两个月的暑假来说吧 我基本上都是处在一个 狠顿的状态 我真的想上楼去打他 谢谢 吴晓晓 你从来不要说话 你要突然之间干什么 吴晓晓 你好 你好 我是学历高高 个子小小 活蹦乱跳的五号小小 我站在台上激励贺群求关注 好 我关注到你 吴晓晓 小鸟一人行的 谢谢 他好久没主动要说话了 看来他对你印象很好 哈佛的博士厚 好的 好的 非常好 非常好 很好 是吧 明显把他吓到了 有吓到吗 没有啊 我很hold得住的 太好 好 恭喜你进入到了男生权利 上去灭掉一盏灯回来 有请5号 19号 现在我们来看胡凯玉的心动女生是 14号 胡椒 你走出来了以后 你看到他跟他非常尴尬地点了一下头 诡异而局促地笑了一下低头走走 为什么 就是觉得不好意思 怎么不好意思 以前为什么没有这样的表情呢 因为刚才问了那个问题啊 所以你有内疚是吧 我感觉不用内疚啊 就是我感觉女孩子喜欢男生的话 有点吃醋才会有这种问题 谢谢 谢谢 我非常有信心 好 我们接着往下啊 继续看大屏幕 三个女生的十项基本资料 你选一项继续了解 交费官 是的 看一下三个女生的消费官 了解一下 5号 古有男庚田女织布 今有你买奶粉 我买尿布 我买尿布 愿意和另一半一起奋斗持家 14号 不会追求民旁或高档品 平时穿的衣服 从几十块到几百块都有 生活中比较节俭 并坚持经济独立 虽然工作没多久 但已经会把收入用于投资做长远 19号 按照个人实际能力消费 如果条件允许购物时 会适当考虑品质更好的 可以提一个最关心的问题 继续了解 在VCR中 你们应该也有所了解 就是我对一个女孩子 这个欺骗的话 就是那种谎言的话 还是非常接受不了的 但是呢 我感觉人的一生当中 不可能没有谎言 就是我想争取下你们的意见 你们感觉这个善意的谎言 你们对善意的谎言的理解 是怎样的 谢谢 从我左手边 我觉得善意的谎言 也是一种谎言 要看它处于一种 什么样的一个目的 如果这个目的 初衷是不好的话 我觉得就算是善意的 我也不能接受 谢谢 14号 我愿意接受 我觉得如果说实话 会伤害一个人的话 不如说谎话 谷晓晓 最开始是基于我来衡量 这个事情是好还是坏 然后事后如果是 结果跟我所预想的不一样的话 我可能会再做后续的补偿 或者是一些维护吧 好 谢谢 听完三个女生的回答 当然你要控制选择 如果坚持选择心动女生 有可能被拒绝 你独自回去 另外两个女生 你可以顺利带走一位 想清楚你的决定是 心动女生 好 两位女生请回 最后30秒钟 对于你来说 我在场下也对你有非常地了解 然后这一次在长洲 我都准备好了书币 不光是给三文老师准备了礼物 然后给你的准备 而且我感觉我这次挑的 这个貂蝉的话 也非常符合你的名字和性格 妩媚和娇气 所以我这次也是特意为你而来 我之前听到你刚刚问我的问题 至少我可以感觉 你对我还是比较有兴趣的 我也非常喜欢你 如果你愿意跟我一起走的话 请过来吧 谢谢 好 五娇 如果你愿意就直接牵着她 跟她离开 如果不愿意 我给你40分钟想答案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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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什么 你真的很好 我没有理由要去拒绝你 但是你还是要拒绝 是吗 但是你还是要拒绝 是吗 但是 但是 你答案 但是 对不起 你感觉意外吗 我感觉她会跟我走 但是意外 意外 对不起 乐嘉 你梳好了吧 你见过貂蝉吗 没见过 没 我见过 她见过 我见过 她长得不像貂蝉 是 是 好好好 明白了 再见 可惜不是你 陪我到最后 曾一起走 谢谢 谢谢大家 再见 我感觉 我感觉这次我表现的还是不错的 在场上也没有留下任何遗憾 其实我在场上我可以感觉到她对我还是比较有感觉的 我不知道她到底为什么最后还是要拒绝我 但是我相信她还是有自己的理由的 不管怎么样 我还是希望她能够最终找到自己的心动男生 对于我自己来说 虽然这一次是以失败告终 但是当然我不可能放弃生活和放弃我的未来 我肯定也会努力去找寻自己的另一半 然后充实自己的生活和未来 有请下一位男嘉宾 两位老师好 24位女嘉宾好 一赛座的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叫郭敬华 来自广州 今年28岁 谢谢大家 这位男嘉宾来自百合网 郭敬华 欢迎您 看看对面24个女生最喜欢哪一位 对面24位女生对郭敬华印象如何 请考虑 请选择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7号 我觉得她长得像杨坤 有人这么说过 对 但是我个人觉得杨坤有点像我 14号 很乱 被刚才那个人弄得心乱如麻 还没缓过来 是吗 因为在最后那一刻 拒绝其实不是特别容易的 就是你为什么最后会那样 我想她的感觉是 她可能是觉得没有什么理由拒绝她 但是也找不着跟她走的理由 其实我一直把自己伪装得很好 其实我从来没有真正地去爱过一个人 那是因为我姐姐的一段经历 让我对每一个男人都很防备 你姐姐到底经历了一些什么 我姐姐在大学的时候 就跟一个男生在一起 一直在一起 五年了 然后毕业的时候 那个男的去了 就来到北京上班 我姐姐一直在成都 然后两年后 那个男的说要跟我姐姐结婚 她回来了 然后两个人在一起很好 最后她又回到了北京 跟另外一个女孩结婚了 我姐姐都不知道 你为什么在刚才想到这一段事情 因为我觉得她对我是真心的 我很想跟她走 但是我怕自己驾驭不了她 好 我觉得这段经历 我们先把它放下来 可能需要一点时间 让你从这个故事里边走出来 我们现在进行这位男嘉宾的事情 来看她的基本资料 大家好 我叫郭敬华 现在一家大型国有船舶企业 担任主管工程师一职 主要负责船舶产品的设计鱼建道 我喜欢旅行 喜欢运动 现在还在不断地努力去学习做菜 学好之后打算给我的父母去做 曾经的我有些叛逆又充满激情 高中毕业时 我不再想花家里的钱去读书 于是我想一个人出去闯闯 我走遍各地 不断地打工 摆过地摊 住过后车时 我感觉其实这并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于是在我挣够了学费之后 我又重新考入大学 大学毕业以后 我如愿地来到了这里 我觉得这里才是能真正体现我价值的地方 在我和我兄弟的共同努力下 我们见到了亚洲最大的半泉船 和世界最先进的深水勘察船 将来我们还要做世界最先进的海洋共同船船船 我们要把中国由第一造成大国 变成世界第一造成强国 11号 我刚刚听到说你学做菜 第一个想给父母做 我知道你一定非常孝顺 但是为什么你不说是给未来的妻子做呢 因为父母给予我教育我 所以他让我学会我懂得一些知识 然后去做菜 先给他老人家做好了 然后我才会给我的老婆 给我的妻子去做饭 谢谢 刚才9号举手的吗 我想知道 你喜欢什么样类型的女孩子 比如说就像拿得出去 大家可以在台面上 要是要嗨的地方 我们就尽量嗨起来 要是端庄一点的场合 正式的场合 我们就低调一点 你说拿得出手 带得出去 好的 我们来看她的情感经历 在大学期间 我有过一份真挚的爱情 在一个漫天飘雪的冬天 我去车站接她 看到她的手很动 我对她说 让我来帮你暖暖手吧 于是她把手放到我的口袋里 就这样 一放就是三年 但是由于她父母不断地干涉 所以我们只能无奈地分手 我喜欢的女生 最重要的是善良 孝顺 能对我父母比对我好 你可以有你的温柔 也可以有你的调皮 我会对你无微不至的关怀 但是我也希望你能够在乎我 不一定要你在行动上 对我做出什么令人感动的事情 但是希望你能够 在语言和精神上照顾我 我看到这个片子留下 在我心中留下印象 您说的一句话 叫从语言和精神上照顾我 这句话怎么解释 比如说我和我的女朋友 或者以后的妻子也好 我们以后可能因为工作上 有一段时间见不到 但是那个时候我希望大家 我给你或者你给我 哪怕电话上或者写一些信 我们有个沟通 大家在心灵上有个慰藉 是这样的 刚才我看到粉丝举手的 男嘉宾 你好 好 就是刚才提到说 您就是高中毕业之后 有一年是选择没有去读大学 而是去闯荡社会 然后后来你在上一段VCR 又说到就是对父母得对自己好 我想问就是 就这两个事情是不是有联系 然后跟你家庭 是不是有一些关系 因为我是一路是看着父母过来的 然后我说 可以的 你一路看着父母过来 还是父母一路看着你过来 就对了 然后我就觉得 可能以前我有的时候调皮 小的时候不懂事 然后慢慢我大了 我不想用父母给我的钱去读书 然后我想一个人去做一些事情 然后就去在外面打工之类的 12号 男嘉宾你好 就是通过我对你短暂的观察 我觉得你应该是一个比较霸气 然后大男子主义非常强的一个人 因为刚刚我看您跟沈思对话当中 你们两个都有类似这种手势 然后我觉得 那您在挑选女朋友的时候 会选择比较强势一点的 还是比较小鸟艺人一点的 这个没有要求 如果是小鸟艺人一点 我会像个大树永远站在你身边 没问题 我们来看他的朋友开放 他的缺点就是胡子长得太快 而且不喜欢刮胡子 有一次三天见他没有刮胡子 就像一个人员泰山 为人特别的直爽 不懂得拒绝 不管是谁 不管是什么事 找到他 他一定会帮忙的 小郭 如果你多次在《非诚勿扰》中牵手成功 我额爱给你一个新鲜架 让你去好好约会 2号 前面我就是看到第二条短片的时候 您就说您想找什么样的女孩子 那你希望他能照顾父母 也照顾你 那我就想问一下 您会怎么对你的女朋友 你会为他做点什么 我很孝顺啊 所以我对待我父母能做的东西 我对他都会做的 恭喜你进入到了男生权利 上去灭掉一转灯回来 有请2号 18号 现在我们来看郭敬华的《心动女商事》 18号 你有没有一种修成正果的感觉 有 我觉得在台上已经被拒绝无数次 继续看大屏幕上有两个女生的 10项基本资料你选项继续了解 我选第8个 介不介意和公婆住 我猜你也会问这个 2号 如果和公婆相处得好 就不介意在一起 相处得不好还是分开住 18号 看情况最好能够有各自的生活空间 差不多 那我回答了 来 你再提一个你最关心的问题 继续了解 我想问一下你们第二边 就是说以后我们有可能 再一起结为夫妻的话 那么我知道你肯定是一直陪着我 那么我想说就是 在我的人生或者事业上 在一个高潮的时候 或者一个低谷的时候 你们会怎么做 从左边开始回答 就低谷的时候 我觉得如果我真的很爱你的话 我会对你不离不弃 2号 谢谢 我觉得如果已经是夫妻了的话 我应该是那种 如果结了婚 我就不再 就是不会离婚的那一种 就是不管你高潮还是低谷 那都是在一起慢慢地 这个问题有问我的话 我会说有高潮必有低谷 我会慢慢陪着你 把每一次低谷 都想办法变成高潮 他回答得最好 你把他领走吧 好了 做出你最后的决定吧 直接过去牵她离开 想要征婚相亲交友的朋友 可以登陆我们 江苏卫视《非诚勿扰》的官方网站 或者登陆江苏卫视指定的 婚恋网百合网 珍爱网 新浪微博QQ家园报名 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在《非诚勿扰》的舞台上 追求你们的幸福 做出你最后的决定吧 直接过去牵她离开 来 恭喜你们 恭喜男女嘉宾获得了 娃娃娃音乐特线 幸福牵线 提供的爱情海之旅 恭喜女嘉宾获得了 奥康鞋业特别提供的 食尚水底鞋 作为爱情纪念 我觉得男嘉宾蛮爷们 蛮man的 就那种应该可以 保护女孩子那种感觉挺好的 当我第一次看的时候 包括平时看电视的时候 看你的时候 觉得挺有野性的那种 然后我是个挺狂野的男人 我喜欢做小语的 那咱就温柔一点呢 一点问题都没有 听说你那个地方很漂亮很好玩 你愿意带我去玩吗 老漂亮了 好多的船 我非常愿意带你去 只要你有兴趣 好的 那我们一起去玩吧 我会 那我不太多了 恭喜他们 有请下一位男嘉宾 二十位女朋友好 二十位女嘉宾 关注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来自四山成都的黄俊杰 现在来到这儿追求知己的幸福 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 谢谢 你的年龄是一个迷吗 今年25 25 欢迎你黄俊杰 你腼腆的小伙子 看看对面24个女生最喜欢哪一位 24位女生对黄俊杰定向如何 请考虑 请选择 谢谢 3号 我刚才看您一上场的时候 好像有些紧张啊 两个手一直紧紧握的话筒 可以放松点啊 我听了吗 你骨头是不是已经快酥得不行了 对 我想你汇报一下 她说话就是这样的 这是一个著名的跳古典舞的 很美的一个女孩 好 来看看基本资料 大家好 我叫黄俊杰 目前正在一个很尴尬的年龄 耍一耍不动 跳跳不高 面对一面而来的九年轻团 感觉自己真的out了 朋友们老嘲笑我 喜欢唱一些老牌一点歌手的歌 其实我觉得我还唱得挺像的吧 欢迎 欢迎 听完出了你的嘴 还不能听出你的流泪 目前从事通讯监理的工作 生活将就活着去走 其实我这人有点胆小 不敢坐过山车 不敢看恐怖片 有时候看恐怖片都是这样的 但最后还是坚持看完了 看完以后就后悔了 不敢上厕所 不敢洗澡闭眼 睡觉的时候还留一攒小灯 虽然我胆小 但我不怕事 有时候也能做出惊人的举动 比如说上《非诚勿扰》 你除了阿杜还会模仿谁 像张宇 刘德华 张学友 说话说清楚 张宇 刘德华 张学友 这个里面你个人觉得自己打分 最好的是谁 最像的 张宇吧 张宇 来一段 这 哪一首 来一段 用心良苦吧 好 好 你的脸 有几分挑战 你的脸 有残留的脸 你的脸 每一种有必备 学友 学友 我有钱 也是你的时间 想分辨 在你我之间 到底谁 会爱谁中意见 飞高 干你了 到我了 嗯 好好好 这就完事了是吧 好 7号 7号 就是我看他唱歌 我想起你小品 什么 人唱歌要钱 他唱歌要钱 2号 刚刚短片当中说你很害怕看恐怖片 完蛋了 因为我特别喜欢看恐怖片 那以后我跟你在一起怎么办呀 但我会看 我就是害怕 害怕 看完之后你抱着他哄着他睡就好了 我一般都是就是先让你看 然后我觉得 然后你告诉我恐不恐怖 然后我再去看 吃饭的时候 是不是先让他尝一下 没堵你再吃 对 有事看他吐白沫 哎呀 这不能吃 有一个北京 在地铁工作的一个小男孩 他说我这辈子做的最勇敢的事情 就是来参加《非诚勿扰》 但是后来据我们的调查 他可能是被他的家人强力逼迫而来的 不是他自愿来的 所以我要知道一下 你的这个胆大之举 从哪里而来的勇气和动力 从飞哥 他怎么给你勇气了 其实我挺崇拜孟飞的 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勤奋 而且AQ很了不得 还很潇洒的一个人 我首先讲几听 AQ他肯定不懂是什么意思 他的AQ是不错了 说你的逆伤不错 在逆境当中成长的伤数不错 但是你前面一句话 对他完全不了解 孟飞是我现在过的最不勤奋的人 勤奋的人坐在这里呢 你问他这句话 其实我蛮勤奋的 但是和他比起来就不够勤奋 好 你到这来跟我的关系是 你到这来是看 在24个女生能不能找一个 还是为了看一下 我就安心地离去 不是 主要是因为24位女嘉宾吧 德嘉的意思是 你来有没有受到什么亲戚朋友的 那个逼迫 或者他们怂恿你来 还是你完全处于自愿的到这来 没有 我挺自愿的 挺自愿的 17号 同考大大 是不是您的父母 对你照顾都很周到 你没有拿过什么主意 对 没有啊 就是没有什么自己的主见 在大事上做决定的时候 都要听从父母的意见啊 大事儿我自己选的学校 自己读这挺大的事儿了吧 好 谢谢 好 你来看下一条片 我特别喜欢吃甜食 每吃一颗都觉得心情非常的愉悦 我喜欢跑车 喜欢听它马达的轰铭声 喜欢它流线型的车声 很有科技感 不过你不用担心 我是从来都不飙车的 所以说你坐我的车 会非常的安全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做高达模型 这些都是我的最爱 你也想试试吗 23号 你说你爱吃零食 你为什么一点都不胖呢 我不知道可能吃的不够多了 以后我会努力的 努力 你不许说肯定有一个年龄大的 肯定有 我都写了血书给你保证了 肯定有啊 不着急 你平常跟经常人工作的时候 交流讲话也是这么讲吗 不会 我会挺流利的 我说普通话挺难受的 我是成都人 那你讲成都话吗 你会讲吗 我现在讲不出来 会有压迫感 会压迫感 我叫作为成都人 你现在调节过来了没有 好了吗 已经从刚才 你要问什么 就是我要告诉他 别怕 你别劝人家了 刚才你前面讲的话 然后我到现在还余计未了 你根本就不相信爱情 你就不相信男人 我不是不相信男人 我就是不相信条件太好的男人 所以你要找条件不好的 是什么理解 也不是说不好 就是因为条件好 喜欢他的人特别多啊 对吧 所以就喜欢人多的人 通常都容易被勾引走 对吧 我听他的意思 你的标准我再给你总结一下 我经常不断地总结 你想要找个什么样 你想找个又老又胖又穷 不是 是这样吗 我跟你记着 好 来 来 看下一条片子 黄俊杰工作 兴兴业业业 任劳任怨 经常加班到深夜 我们一起吃饭一起玩的时候 他都会抢个付钱 如果玩到比较晚的时候 黄俊杰还会先把朋友一一送回家 然后再自己回家 每当有新电影上映的时候 他都会主动请我们一起去看电影 唯一不足的就是现在还不会做饭 经常宅在家里面一天只吃一顿外卖 希望和女嘉宾牵手成功以后 女嘉宾的方法挑招一下他 你来 我听那个小孩招一下 男孩还是女孩 对 我也想问那个 长得那么好看 男孩还是女孩 矮的那个是谁 矮的那个是我的小伙伴 男的女的 因为她很小 女的 多大年龄 和我一样 你那个是你的小伙伴 你都跟你周围玩的人 都是跟你一样那样的 嗯 差不多年龄都差不多了 13号 嘉宾 你好 刚才看短片 您穿休闲蛮好看的 如果你刚才从电梯里出来 穿休闲的话 我会更喜欢你 建议你以后呢 穿休闲比较好一点 恭喜你听到了男生权利 上去面掉三盏灯回来 有请4号 14号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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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在介绍心动女生之前 我先问一下这个舞娇 舞娇我看你刚才好像 这个面部的表情又很奇怪 今天你又第二次出现了 这个非常奇怪的表情 怎么来理解 我望面灯呢 对啊 我刚才看到 最后四盏灯的时候 五盏灯的时候 你既不灭灯也不提问 我就认为 就是我这儿不清醒 出问题了 你还没有从上次的这种 刚才的那个悲哀当中走出吗 不是悲哀 就是遗憾 没事 没事 我知道出口在那儿 一会儿我自己走就行了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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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是 我的意思就是 这孩子可怜死了 你再想象一下 如果她选的心动女生是你的话 可能性多大 二十四分之一吗 怎么可能 零霸 这个小子胆子这么小 怎么敢选五胶呢 对不对 不一定 她有的时候胆小是装出来的 她心里边有一个特别奔放的心 所以你的意思是 今天她在台上 刚才那个说话 都是装出来的 有那么一点可能性 其实她的内心 并不像我们看到的那么脆弱 好 到底是不是 她选谁做心动女生 有可能 能说明一点问题 看大屏幕 她的心动女生是 她说了她忘记灭灯了 你还想牵她走的这种 愿望还有多强烈 她说了她忘记灭灯了 你还想牵她走的这种 愿望还有多强烈 你不用回答我 看大屏幕 两个女生的十项基本资料 你选一项继续了解 做家务的能力 四号 四号 因为不会做饭 所以每次吃完饭都洗碗 洗碗是目前最熟练的家务 平时还会自己缝补衣服 十四号 在家经常扫地整理 给小狗洗澡 因为做菜时继续不好 总是忘了放各种调料 厨艺不是很自信 你还可以提一个 你最关心的问题 你什么时候容易发脾气 四号 警戒 你一直这样的时候 我就会发脾气 他一起啥样 一直这样不温不火 就是不跟我 就明明那事能吵起来 然后喝声器 你会吵架吗 当然会了 很猛的 你要是不跟我走 我只踩你两耳 是把你扛气就走 什么 我都没听听 你说什么 成都话 成都话 他说你不跟我走 我上去踩你两脚 拖了就走 错了 他说的是 给你两巴掌 然后扛着你就走 好多人听不明白 好 胡椒 我不会吵架 我就是不理你 好吧 这样都说完了 自己拿主意吧 按照我们的规则 你可以带走他们当中 任何一个 你都能带走也可以自己走 他老要问你 他老要问你 他跟我说 那我就 没有勇气 没有心气 没有鼓气 你可以做决定 他们当中任何一个 你都能带走 也可以自己走 都可以 你自己拿主意 你自己拿主意 娇姐 其实我觉得你的普通话 有很高的提升的空间 但我觉得我可以帮助你 不知道你愿不愿意让我帮助 这样吧 现在你可以带走他们当中 任何一个 也可以不选择自己走 都可以 恭喜你们 恭喜男女嘉宾 获得了玩哈哈一件快线 幸福牵线提供的爱情台之旅 恭喜女嘉宾获得了 奥康鞋特别提供的 时尚水晶鞋作为爱情祭奠 其实我知道午娇 并不是很愿意为我留灯的 但是我还是想争取一下 我觉得站在她的立场 她应该是很喜欢我的 所以才这样做 有的时候错误或许就是缘分吧 我不太同意孟菲老师 给我归纳的就是我心动男生 就是又老又丑又胖又没钱的 但是我要找的就是诚实 踏实 真心对我的 其实这是最主要的 就是老感觉太肉弱的 就是如果我觉得你 稍微有组件一点的话 会更有安全感 其实我挺有组件的 主要是这种情况太紧张了 而且说本话挺难受 以后的相处过程 或者是更能发现 她其他的优点 我觉得一个人现在不好 不代表以后不好 我觉得每个人都在改变 其实我的感觉 听上去午娇有点不情不愿的 但是我注意到两个细节 两从这儿走到那个台上下去 两次这小伙子没有勇气 把手伸出来牵的 两次都是午娇主动 从这儿到台上 两次都是午娇主动 手伸给那男孩牵着他离开 所以他其实我的感觉 他是一个主动性不强的人 但是说不定这么开始 也未必两个人相处就不合适 对吧 那个男孩也是一个 没什么主见拿不了主意的人 谁 谁知道呢 对不对 反正午娇自己也讲了 他也需要有一个人 可以来驾驭一下 是 他对于那些太强的人 他也有巨大的不安全感 他经常说什么人驾驭不了 他那个小孩他谁都驾驭不了 楚楚看吧 希望他们有一个好的结果 祝福他们 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在《非诚勿扰》的舞台上 追求你们的幸福 节目最后感谢步步高音乐手机 感谢娃哈哈营养快线 感谢奥康姐也对我们节目的 大力支持 谢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 下期再见